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这三个方法 来自高情商女人的经验之谈 让男人更加为你着迷 留住你的男人心 1.欣赏对方时常鼓励 蔡康永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让我印象深刻 渴望得到欣赏是人的本性 一定要学会真诚地欣赏别人 因为每个人都有值得欣赏的优点和特点 当你学会真诚地欣赏别人之日 就是你得到别人更多欣赏之时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每天都要落实到吃饭穿衣 属闲睡觉这些琐碎的小事上 必须的生活开支偶尔的意见不合 以及无处释放的压力 一点争吵都可能压得人喘不过气 遇到男士高情商的女人会照顾男人的情绪 考虑他们的感受 不会恶语相向 一味地抱怨和啰嗦 孤立对方 他们心里明白 鼓励永远比赤骂来得更有效果 他们会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对方 会发现他们的优点 经常赞美之时带给他们信心 女人的鼓励是男人的动力 正因为有了赞美和鼓励 男人才有了对抗生活的勇气和愧奖 所以 要想抓住男人的心 千万不要吝啬你的欣赏和鼓励 哪怕只有一点点 都能让男人倍感温暖 二 合理分工 懂得示弱 最近重温电视剧《三十二亿》 发现了很多值得探讨的细节 剧中的女主顾佳非常能干 事实包办 家里安装的家具都是她亲自动手 有一次许幻山想上前大把手 却被顾佳嫌弃嘲讽 不让她来帮到吗 而镜头一转 在给林悠悠租住的房间里 许幻山一个人乐死不疲的 忙着组装衣柜 被林悠悠称赞她能甘又厉害后 许幻山心里乐开了花 在这里她感觉自己找到了男人的自信和尊严 男人喜欢被宠扮 连有意志深暗子刀 所以她懂得装傻示弱 总是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 将许幻山吃得死死的 所以聪明的女人即使再坚强 也要懂得事实在男人面前示弱 不仅仅是家务或任何事情都要合理分工 让男人有参与感和成就感 让她感受到自己是家庭的一部分 只有这样 男人才会有归属感 才会随时想着你念着你 男人都对温柔的女人没有抵抗力 适当的示弱会让男人离不开你 意味地在男人面前逞强 只会让男人离你越来越远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经营好自己 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 聪明的女人 她们懂得为自己筹谋规划 无论结婚与否 她们都会好好保养自己 生活上 她们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不会整天围着老公孩子转 每周都会坚持跑跑步 练练瑜伽 让自己健康有活力 保持苗条的好身材 私下里也会学习穿衣搭配 化妆保养 让自己由内而外变得自信美丽 工作上 她们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 用双手努力赚钱 把生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身上 玫瑰的工资也会主动承担 一半家庭支出 减轻男人的部分压力 她们的生活不仅有柴米油盐 酱醋茶 还有齐行 书画 试酒画 总能把日子过得像诗一样 简单而别致 张小贤说过 好好爱她 也要好好生活 留住一个人的 从来不是卑微 而是活得出色和独立 努力成为一个任何人都很想爱上的女人 高情商的女人 在外或许是个高冷的女强人 但在家里 她懂得欣赏对方 懂得适当示弱 欲是该强则强 该柔则柔 也会时时督促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这样的女人既能赚钱养家 又能貌美如花 时时刻刻散发着魅力 总能让男人为之着迷 异性交往中 愿你也成为这样的一个聪明的女人 用这三种办法 抓住男人的心 守好自己的情 和爱的人一起 相伴遇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会员朋友 夏合天 周美美 卢月霞 缅黄 洪欣妮 王子芳 黛玉 斯维特博 凯琳亦 NG惠敏 君君 舒英 李建安 对每篇的支持 欢迎留言 告诉我 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 也能和阿豪 私信交流 期待 与你相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